大家好,我是Mira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2020年 借卷韩国的最新趋势 Neutral Neutral就是New和Retro的混合体 Retro是復古、怀念过去 Neutral其实同样是过去的东西 但对于一些喜欢这东西的阶层来说 就好像有一个新产品、新鲜感的特别意味 但为什么韩国忽然会流行着这个Neutral的风气呢? 如果你有看韩国众的节目的人 就应该都会知道 最近有一个超级大型的新人运星团体 非常之火红 他们就是SAK3 SAK3这个团体就是韩国众的节目 Norman Mohani 是刘在石主持 在节目里面他们会进行很多不同的项目 而这个项目就是要推出一个夏天的限定团体 而成员有刘在石本人 还有因为跟这首歌重新造成一个非常大话题的Ring 还有人气一直都很高 虽然他去了制作住 依然人气都没跌很多 你考你 通过这个节目 他们怎样去成立这个过程 他们怎样制造专辑 怎样做歌 全部都是非常公开透明的 让我们观众看到的 我自己由第一集看到他们现在出道 非常之有共闻 我觉得好像自己亲身参与了在他们的制作里面 觉得很满足 Saxley这个团体他们的概念就定在90年代的感性 还有加入了最新的neutral元素 他们的出道歌叫做Tashi有劫下达格 都是充满了90年代的那种感觉 无论是他们的封面相 或者是歌曲风 他们都是呈现了90年代的那种感觉 因为他们三个其实都是韩国挺顶级的明星 所以他们三个聚在一起的开始那一刻 就已经引起非常多的话题 他们这个project大概是5月开始做的 他们7月18号的时候就正式推出他们的出道歌 Tashi有劫下达格 之后就立刻登上这个音源的榜首 基本上有些Genie Music、Buzz 或者Bellon、24heats 他们全部都是第一、第二 不单止这样 之后他们出了第二首歌叫做 Kuyorumu Turojo 这首歌也是同样一出来的时候就立刻 去了第一、二位 作为粉丝我觉得很感动 他们7月份就出了三首歌 然后8月份他们三个人都会分别出一首单曲 所以大众们都是非常的期待 他们的出道歌Tashi有劫下达格 就是李效尼的老公作词 李效尼本人填词 歌词大概就是说 虽然回不了过去 但可以换回90年代的那种美丽的回忆 彼此一齐好像成为了星星一样 而萨斯里的成员他们都纷纷觉得 2020的夏天就好像回到当时的夏天 很多韩国的网民觉得韩国音乐和美国音乐 其实是走得很近 很相似 而虽然是韩国音乐 但韩国人会觉得好像蛇鼻冷落 例如有BLACKPINK或者防弹少年团 但那些音乐都不能满足到固有韩国的感性 而导致大家会有一种空虚感 而萨斯里的音乐正正就是填补了这种空虚感 所以大家都纷纷觉得 最初 Norman Mohani这个节目 一开始标榜是90年代的舞蹈 因为是这件事 所以大家忽然间极度关注这个话题 因为他们想将以前的元素再加入现在最新的潮流 可以做一个咸摺 所以其实他们也有去找一些年轻的音乐家 或者是一些hip hop的人 去反映他们的意见 譬如是Jiko和Simon D 在节目是有做了一集的 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在韩国看电视播节目的时候 其实你上网有一个留言板 你可以即时留言 但因为当时有很多观众反对 所以最后都是决定去演唱完整的一个90年代风格的歌 然后因为刘在实是国民MC 然后李考利和Ring 都分别是非常top的solo歌手 所以他们三个人的组合 根本就是超越了电视界和歌谣界 所以很快之后一些服装公司和食品公司 很快都和萨斯里出了一些合作的商品 例如7月22日韩国的东勒连锁店 Dunkin他们出了萨斯里的产品 他们的包装就像以前的录影带 超漂亮 有粉红色、蓝色和绿色 但其实尾巴应该是一样的 因为当时90年代是没有MP3 或者是没得用手机听过的 只能用超级构式的录音带 或者录影带 所以就是想制造那种 90年代的情怀 不单止是音乐 然后时尚界、fashion界 很多都纷纷出了neutral感觉的单品 例如是一些crop top 或者是lick white pants 一些萤光色的单品 今个夏天都可以看到 90年代的这个复古 一向都是全世界的大趋势 但是因为有萨斯里突然的登场 令到在韩国波及到的东西更加宽 更加大 90年代的这个潮流 其实在韩国大约五年前 曾经出现过 但是现在又再次重新出现 所以表明现在 基本上都是千禧年代的年轻人 是做中心的 所以可以看到他们年轻一代 主导这个neutral的潮流 是起到很大的作用 另外一个代表的产品就是 橡筋 其实我们都是用这些很普通的橡筋 但是因为90年代 重新流行这个潮流 大概两三个月前 我都在街上看到很多 这一种的橡筋 我的印象中我以前都用过 一排这种橡筋 因为它的样子很像牛的肠 所以韩国人会称它叫做 基本上现在每个女生 家里都有一条 但是我没有 如果你是这样 扎低边的时候 就可以有一个清纯的感觉 把头发扎高的时候 就可以充分地表现 90年代的那种neutral的感觉 另外如果你是不用扎边的人 其实就可以 另外除了这个橡筋之外 其实另外有一样头色 也是韩国通街都会看到的 就是发夹 是那只鲨鱼夹 其实是十几二十年前 就流行过的 我也很有印象 我小时候经常看到很多 因为鲨鱼夹 就可以表现一种 韩国人觉得那种 好像有打扮 又好像没有打扮 那种自然成熟的感觉 所以也是受到 广大的消费者们的喜爱 除了刚刚说的东特牌子之外 其实有很多食品 都是加入了这个neutral的元素 比如是SORUYOU 首尔牛奶 为了纪念他们创立了83周年 他们在本身的设计 就改了一点 加了一些 懷舊的那种 点点的 pattern 或者是SPC三列 他们就把他们的烘焙食品 变成一个大力水手 的包装 有一位食品业界的相关人士 他就表示 这个反映復古潮流的neutral产品 最近真的很受欢迎 对于成年一代 就是经历过90年代的人来说 就会有一种 可以享受怀念过去的作用 而对于千禧年 或者是Z世代的年轻一辈 可以带给他们一个新鲜的 一个完全自然不同的美力 而neutral带来的力量 真的很强大 他不单在食品服装上 甚至在电视剧上 他也有很大的影响 最近在韩国流行的电视剧 不单是新剧 喜欢看旧剧的观众人数 也看到有很明显的上升 譬如是2003年9月 播放的大长金 那时我只有几岁 我都很喜欢看 因为neutral这件事 所以又再次受到触目 不单是大长金 譬如是同一夜人时代 花样男子等等的旧剧 全部都被人拿出来再看 有个网络视频服务 Wave的公司说 特别是十几成年之前 的电视剧 最近越来越多人气 尤其是对于十多岁的观众 花样男子 秘密花园 公子 咖啡王子一号店等等 浪漫的爱情片 忽然间 再次 变得敬受欢迎 二三十岁的观众 譬如是 顺风副产科 或者一般情况下 阻止不了他们等等 这些狀況是会先占领先的 所以现在在韩国真的到处都会感受到neutral的热潮 但是这种热潮的出现一定是好呢? 又不是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 因为大部分现在neutral热潮的消费者 都是二十多岁的群众 大部分他们都没有经历过一些以前很贵的 或者一些旧东西的那种年代 所以他们会觉得新鲜 所以才会想在这东西上消费 因为他们有需求 所以才会有供求 但是因为同时 现实也有一些很悲伤的事情存在 就是譬如 大家都觉得在韩国社会上生活是很激烈 是很辛苦的 所以他们为了追求心里面的平静 而去找回以前他们觉得很怀疚 觉得很美好的东西 首尔大学心理教授华根祝表示 人类有储存好东西的习惯 虽然会存在这些个人猜疑 但是 很多人都会说 虽然当时很累 但是 回想起的时候 觉得很美好 大部分的人在小时候 你做错事 很多时候都会很容易被原谅 或者不再追究 但是 一旦你成为了大人 一个成人的时候就要负责任 慢慢你身上越来越多这些重担 你要去承担 看到一些属于以前童年时候的回忆 一些物品 就会觉得心舒服很多 还有教授另外表示 因为进入了这个数字时代之后 有很多东西都渐渐机械化了 所以当你看回以前一些很简单的平和东西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觉得很舒服 因为人类总是追求新的东西 但是往往新的东西都会变成狗 现在是现在 但是过去的一秒钟 它就变成了历史 所以教授就是这样分析了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这么狂烈 追求neutral文化的原因 最近neutral文化 就是因为这样 不知道大家 喜不喜欢怀旧 復古的东西 我自己觉得挺新鲜的 我自己也是90年代出生的人 所以 虽然不太熟 但是 我也有少少画面 在我的脑海里面 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如何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 对了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